曾经历标准 MDC 尊敬邱敬存县长 尊敬邱建成总裁 邱明志副总裁 尊敬各位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得厚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座谈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福建 关注平台 刚才邱先生讲 新卒是最好客的地方 我们确实有深刻的感受 许市长和邱县长也都讲 新卒市 新卒县 都是好山好水好地方 确实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新卒市是精致的城市 是台湾的硅谷 山青碎旋 新卒县 我们今天上午经过 也是风光优美 令人陶醉 两个地方都很好 我们确实在路上没有去分开 新卒县和新卒市的分界线 我们今天来到这么美的地方 和大家见面 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也再一次的深刻的感受到了 闽南人 客家人的热情好客 也感受到了闽南人 爱心慧应的精神 感受到了客家人的硬托精神 我到福建 再有六天就一年 我到福建最大的愿望就是 要尽快到台湾来 因为台湾有百分之八十的民众 祖籍在福建 昨天 胡志强市长家 福建人到台湾来是探亲 台湾人到福建是回乡 所以我昨天下飞机的时候 记者们问我此行的目的 我说我这次来是亲情之旅 相亲之旅 是来拜访我们福建的相亲 我现在是一个新的福建人 应该到台湾来拜访我们的相亲 昨天到了以后 所到之处 乡亲们都很给福建家乡人面子 我们到台湾是这样 到南投也是这样 今天上午我们到了南投路 到了洞顶乌龙 生产和制作的地方 我去看了茶笼 看到他们采茶和制茶 我也和他们一起采茶炒茶 也喝了他们的茶 我也送给了他们福建的茶 然后我去看了那家产录 他也姓苏 是我的本家 我也查了资料 苏是在福建 在台湾 苏是在台湾 大约有三十万人 在姓氏里面排 第二十三位 所以上午我喝那个茶 还别有一番韵味 确实非常高兴 我在洞顶乌龙那个地方 在那个村里面 农会会长给我介绍 洞顶乌龙茶 是当初从五一山移载过来的 这是我想到茶和我们人一样 我们同根同源 这一杯清茶两岸清白 这茶把我们更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这茶虽然它是一种饮品 但是确实它有文化有生命 它和其他的饮料饮品不一样 它把天地人连接在了一起 把工作、生活和健康连接在了一起 把修身养性和做人做事也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共同享有的不仅仅是茶 也包括文化 还包括我们相互之间的感情 这次来 在这之前 大家也关注到 平坛的问题 成了热点 刚才宣先生讲的那个问题 在昨天我遇到的记者的时候 他们问我 你是不是来招商 来招人才 我刚才在宾馆 在这个宾馆 向会议室走的时候 也有一个记者 来向我问 你是不是来为平坛招商 我刚才讲了 我这次来是亲情之旅 所以招不招商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这样一看 在当今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政府 所做的 独要角色 可能不是招商 而是营造环境 再得梧桐树 引来金凤凤 没有梧桐树 招是招不来金凤凤 况且 现在的福建 和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大家知道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 或者说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在全球 中国是最具成长性的信心市场 那么在中国 我认为福建 是最具有成长性的信心市场 福建的竞争力 福建的后发优势 越来越明显 所以福建现在 昨天我打记者的时候我讲过 福建已经从招商的时代 进入到了选商的时代 到去年十二月底 福建省机管理的大项目 一千七百七十九个 总投资额度 两万五千亿 这就是不包括我们市县级自己管理的项目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政府官员们各处去跑照上 更不需要省长去再干这个事情 我们是要按照我们的发展原则 我们的产业发展方向 按照我们的环境的要求 在众多的项目里面进行选择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工作 平坦也是这样 公清盖主任 刚才他做了一个 他现在 每天忙着 忙着不可开交的就是 要对众多的项目进行证业 进行选择 而不是忙于到各地去找商 在他被我的请假报告里面 出差的报告里面 还真没有出去招商的水 没有招商的行程 我们现在所做的 对于平坦 就是要营造一个 一举一业的地方 我们前一个时期 在北京召开了 平坦规划的座谈会 清华大学无人用等专家 出席了会 我们当时的目标 我们谈论的主题就是 如何把平坦达造成一个 具有世界竞争力 在世界上能够吸引眼球的 对 我们今天做规划 一定具有全球的眼光 在全球是有竞争力 而且有特殊的标志和符号 平坦离新卒最近 离台湾 对台 确实是平坦 最大的优势 最好的优势 但是 同时 平坦 也是面向全球 面向世界 全面开放 在平坦的规划中央确实给平坦 在对台方面 有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 我们认为 这是对台湾同胞 释放的善意 如果说这种善意 让少数的台湾 的朋友 感到不满意的话 即使那样 我们也不会做出 伤害台湾同胞感情的事情 也不会做出 伤害台湾同胞利益的事情 因为 我们知道 台湾同胞 和我们 清通骨肉 清通骨肉 血脉相略 我刚才讲过 我们人 和我们的茶一样 是一直 连在一起的 但是平坦 它是我们 新开发的一个地方 是一张白纸 我们正在规划 正在来组织建设它 它和当初的 深圳一样 也是 在一个 没有工业基础 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 开始了 昨天 我在日月谈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原商业会长 张庭照先生 跟我讲了一段话 我感到很有道理 他说 当初 上海的土东 也是什么都没有 连一栋高楼都没有 有很多人在犹豫 在排华 但是 仅仅过了十年 就已经 建成了一个 现代的 独树新区 再进去 门槛已经 变得很高 很难 他说 平坛 用不了十年 平坛 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 已经有了 基本的处刑 刚才 工兴盖主任 已经介绍过 10年我们投了100亿 11年我们投了303亿 今年要投600亿 12月期间 投2500亿 平坛是海上的一个岛 凡是海上的岛 都有风 我也注意到 大家在谈论平坛的条件 平坛有风 但我刚才 刚刚到新族 也感到 新族也有风 我刚才在车上 问我们的陈华府什么 我说 为什么新族 不感觉到潮 陈华女士讲 凡是有风的地方 都不潮 平坛 刚刚开发 当地 有一些 居民 但是现在 从福建各地 陆续去 很多人 讲话南枪北标 也正在从大陆的各地 正在从世界各地 聚集很多人 各种语言都有 我知道 在台湾 大多数人都会说 闽南话 但我想闽南话 在平坛 不会有障碍 因为我们平坛 主任 公天盖 就是闽南 就是泉州 靖江人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 只是想表述一下 我这次来的目的 想表述一下 我对台湾同胞 对我们新竹 新竹市 新竹县 乡亲们的一份情谊 也想借这个机会 邀请大家 在大家方便的时候 到福建去 做客 到福建去 喝茶 到福建 也可以去 喝酒 因为昨天 胡志强市长 他送给我的酒 送给我的茶 当然大家去 所以我不会把 胡志强的酒 茶拿出来 我会拿出福建 最好的酒 和最好的茶 我在福州 恭候大家 谢谢